本集节目在月城南广告录音室录制 录音室由正成集团与菲米诺吸音版协力完成 更多正成集团影音器材以及菲米诺吸音版资讯 请下滑节目资讯栏 欢迎回来Barney's Talk 品味帮你选 帮你选品味 我是Hilda 我是Zozo 我们又来到了一个月一次的电影单元啦 那不知道各位听众还有影迷们 有没有关注今年的台北电影节呢 那台北电影节也才刚落幕 那这次台北电影节关注的电影人非常多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电影正好就是台北电影节的压轴焦点影人 名字叫做卡蜜拉安迪尼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在台湾有发行这个卡蜜拉安迪尼最新作品 娜娜是水年华的前景娱乐的Roy 来帮我们一起分享这个电影 欢迎Roy 嗨,大家好,我是Roy 嗨 我有点好奇 就是当你们收到这个邀请的时候 有没有去听一下我们之前讲电影的 嘿,有 真的吗? 我有听学长们上来的分享 所以你是好威他们的学弟吗? 可能算是 我听孙老板还有那个UG 他也是我的好学长 都是政大的学长吗? 没有啦,就是同行学长 前辈的意思 那UG是我的网友,他对我很好 真的吗? UG很非常的可爱 希望之后也可以邀请到UG再回来我们节目 那你自己本人对我们的讨论有什么感觉? 有什么感觉? 就是蛮认真在探讨电影 放轻松 对 我每次都跟来宾说我们可以放轻松聊 可是后来好像不知道是防纲的关系还是什么 然后每次最后都会变有点小严肃的话题 因为我们的防纲都超严肃的 所以是我的问题 我们去听就发现 怎么探讨这么多重大议题 而且其实等一下我们就是会讨论到 当然跟今天的电影有非常多相关的话题 那其实因为我觉得我的团员们 他们大家也都是非常喜欢做研究 然后他们提供了超级多很困难的问题 我怕我答不出来 我后来都把它删掉了 还好你有筛选 对对对 我想说怎么办 这个好像要是要经过一些study 才有办法讲得很好 我想说不要好了 就是大家都轻松看电影这样子 好那这是一个开场的部分 那我们想请Roy帮我们先介绍一下 这个电影它的获奖记录 然后还有它大概的一个剧情 这部电影叫 娜娜是水莲华 Before Now and Then 然后它最早是在 今年的柏林影展入围的主竞赛 最终夺得了最佳配角英雄奖 然后后来它再去了 就是今年我们跟台北电影节合作 然后帮它规划了 导演专题的那个交电影人单元 然后接下来它还去了这个月在 布鲁赛尔得了最佳评审团大奖 然后其实它在去年的那个釜山 这个可能一般民众不会知道 就是APM的创投项目大会上 它得了拍韩剧很厉害那个CJ娱乐公司提供的一个最大奖的奖金 对 它是以这个电影的名义去申请的吗 对就是它在还没那个完成前 然后得到了这个最大CJ娱乐最大奖 得到一笔钱这样的 那真是老实说蛮厉害的耶 好那它故事在说就是发生在1960年代的印尼 然后一位中年妇人 她就是看似过着上流 然后雍容富贵的生活 但其实一直被过去的一些困境跟噩梦侵扰 然后有一天她发现有一个情妇 就有一个女子 我说什么 就有一天她发现她老公其实偷偷有一个小三 然后这个小三是越来越变本加厉的 直接到他们家来 但是她这个小三开始对她示好 然后想要跟她接近 但是她在发现她孤立无援 然后没有任何朋友的状况 想让她试着跟她交好 然后最后变成她唯一的挚友 可是在此同时她发现 那个一直侵扰着她过去的这个噩梦 后来真的成真了 然后她现在就在这个困境之中 她要面对如何继续往前走 还是要去处理过去的人生发生的这些事情 好那我这边做一个背景的简介 因为刚刚若也有讲说 这个娜娜就是我们的女主角 她是被过去的过去的一些事情所一直困扰着 那这个东西其实要回到印尼她的历史背景 对 对那因为这个故事第一幕应该是发生在1960年代 对然后她是从1960年代一直延后延后就是到1990年代 中间有应该是有二十几年的这个 就至少我看她历史事件大概是有这么长的时间轴 我来稍微跟大家补充一下 就是1965年的9月30号印尼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政变 那那个时候这个政变最后就有一个叫做苏卡诺的人 她去掌权 其实她发生很多事情 那我们这边就不多讲 最后她就变成总统 应该是苏卡诺她先去镇压了政变之后 然后后来又起来一个人叫做苏哈托 那这个苏哈托她就是比较集权一点的人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娜娜在经历印尼的内乱 就跟她的前夫走私了 她就是前夫生死未卜的一个状态 那到1990年代这个集权的苏哈托政府才下台 那其实这件事情也有被描写到电影里面 这个苏哈托下台之后 然后娜娜才遇到了她的过往 就是电影里面会交代 这样子 是 对主要是 就是我没有理解错话应该是这样子 对对没错 那Roy很想要问一下关于就是导演卡密娜安迪尼 你觉得她的风格是怎么样 因为像外媒评论这部电影是以 类似阿比查邦与王家卫的风格来评论她 那你也觉得卡密拉导演有类似这两位大导演的地方吗 其实我们那时候看到这剧影评的时候 觉得她就是很适合拿来做文案 对然后 我可以同意 我也觉得其实蛮会下这个标题的 因为她的步调很阿比查邦 是比较很神秘抒情然后缓慢的 然后她其实看得出来她这次在色调美术 甚至有几场戏的这个调度上 非常在致敬王家卫的味道 尤其是我们那个剧照有一张 就是她在那个通廊 然后橘色灯光跟她前夫相遇的那个壁东那一镜 很王家卫很花样莲花的感觉 这也是为什麽我们那个片名后来有这个年华这两个字 哦 老板想的 了解 因为其实我个人 虽然我阿比查邦的电影只有看一部而已 但是对我来讲阿比查邦她又是更... 她要把节奏拉得更慢 然后她的电影里面的元素又会更... 就是她的语白比较多 其实我当初在看就是娜娜的时候 我会有一点觉得没有很高的percent是给阿比查邦 但是可能被比王家卫蛮多的 对所以就想问问看大家的感受性 我觉得阿比查邦的部分 因为我觉得她的一些构图跟画面 还有她对于这种比较秘密 然后抒情的这个部分 我是觉得也蛮有这个味道的 而且其实她的 我是觉得她的角色 其实真的是两边都有一点这个参考的感觉 嗯哼哼哼 那周周觉得呢? 我觉得她在色彩上的确是比较偏王家卫一点 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看过这个导演她其他部电影 但她这部我觉得她的色彩是... 感觉是有特意去思考过 怎么去呈现的 那另外我来稍微简介一下 这位卡蜜拉安迪尼 其实我看这部电影是在台北电影节的长次 所以结束的时候刚好是有那个与导演对谈 就是他们有透过联系的方式与卡蜜拉导演 然后进行对谈 所以我看到这位卡蜜拉导演的时候 我其实非常惊讶 因为她看起来非常年轻 对我跟我同事都说她应该是女巫 哈哈哈哈 因为她36她看起来 只在20几岁 真的吗 因为她生两个小孩 对她生两个小孩 可是她就是我看到她的照片 官方网站照片 看起来是有36岁的样子 我觉得她本人应该没有 真的 因为年轻人看起来非常年轻 对 然后她一直讲神秘学的事情 我们都觉得她应该是女巫 哈哈哈哈 但是你不能小看她 因为她其实是一位大导演的女儿 嗯 对 她是那个 因为她其实有点活在她爸爸的阴影底下 她爸爸是那个前年的台北电影节 也做过焦田园人专题的那个 Karin Nugoro 对 然后她爸爸就是真的是阳明国界超级大导演 所以其实她从小到大 她有点排斥电影吧 她自己也说她从来没想过她自己要做电影 因为她其实是在大学念社会学 没错 有那天导演对谈就有问她说 为什么你没有当导演 然后去选择读社会学 那她就有提到说 因为她从小其实 电影这个东西对她来说太熟悉了 那她的同学们都会觉得说 那你就应该要对电影很懂 但她就觉得说 我其实 并不觉得我一定要马上做这件事 她不希望说 这是一件她好像出生就被决定说 你以后就是要当导演 所以她大学就毅然决然就去读了 自己觉得感觉很有趣的东西 就是社会学 那事后来她觉得说 透过电影的方式 可以去关注她想要关注的 例如社会或是人文 或是一些特定的主题 电影就是回归来变成她的工具 那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个方式 她的观点 我觉得看过这部电影应该会知道 她其实很关注在一些人类族群上 或是一些社会议题上面 这都是她想要去关注的 而电影只是她的一个工具而已 没错 因为其实台北电影节今年 是有放映她的四场电影 那每一场电影都有一个蛮明确的主题 而且这些主题都不会是 一些比较小范围的 而是说都会跟某种重要的社会议题 做上一些牵扯 所以她其实在这方面上来讲也是真的蛮用心 蛮努力 就是要换起她重视的话题的这个意识 而且其实这次可以跟台北电影节合作 是我们提议的 就是因为刚好这个导演 他本来就是台北电影节的宠儿 他从最早的两部作品都有入选 他还曾经以第一部作品 海洋魔镜在台北电影节的国薪竞赛 拿了评审团大奖 所以她算是一脉也来 台湾观众 影展观众们是透过台北电影节认识她的 然后她这两年 就是创作能量大爆发 然后去年出了一部 然后在多伦多得了一个大奖 然后今年又在柏林首映了一部新作品 然后两个是截然不同的风格 所以我们也觉得就是 跟选辩人讨论之后觉得时机好像差不多 她看起来算是到了一个蛮纯熟的地步了 然后刚好前年她爸爸也做过专题 那今年可以再跟另外两位大导演一起合并 就是做一个女生导演的专题 是 那周周我不知道 应该是今年的台北电影节 还没机会看到她其他作品吗 可是若宇应该是都有看过 其实我没看过第一部 但后面三部有看过 就是五把孩子们 然后还有一个是 第三次求婚 对 就是你自己的感觉 因为其实我这次也刚好没有机会看你自己的感想 其实我跟我同事一起去看了 然后我们都很喜欢 然后其实五把五把孩子们 我们一直认为觉得那才是她最阿比查旁边部电影 它是一个非常的意象化 然后非常的多二元象征物 然后以及民俗舞蹈什么的这些融合在一起 然后很抽象 它甚至可能没有一个真实故事 就是现在发生的一个很表演艺术的作品 然后但是她进入到她第三部作品 就是去年在多伦多音展拿了站台大奖的Uni 这部又跟前面两部作品完全不同 它突然变得很像青少年YA片 然后颜色非常的丰富滑 然后缤纷 然后再讲青少女面对学业 然后面对感情 还有性方面的这些烦恼以及面临她竟然要被年长男子求婚的一些困境 然后这个事情几乎是只会发生在印尼的那个小女生身上 然后他们就是开始来思考难道她们有别的选择吗 对 然后结果到现在最新的这部那那是水年华 又变成了历史古装片 然后是又是文学自传改编 就几乎这一路以来 每部作品的风格都很不一样 听起来是这样子没错耶 因为我觉得这次的娜娜对我来讲 就是非常浪漫单美 然后有一种就是很文学气息的那种感觉 可是刚刚听你这样子讲 就觉得又是YA片 然后是阿比查房 就是完全是不同的画风 对 她蛮厉害的 就是她一直在做不同的尝试 但是她一直都还是有一些很一样的基调 就是她要从女性出发 就是她在讲的都是女生的命运与抉择 一个女生生在印尼这样子的环境 可能有她的宗教的规范 然后有这边男性的附权的一些规矩 她在这里面她要怎么为了生存 而做出怎么样的牺牲与决定 都贯彻在她的作品里面 因为我就是刚好参与到导演对谈 那她在里面刚好对谈的方式 就是我们依序询问她每一部电影 她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主题 以及为什么会应用一些特别的拍摄手法 例如刚刚有提到的就是她用了很多元素 例如舞蹈或是她们传统的图屯等等 那我这样听她分享下来 我会觉得说这个导演她拍摄手法 基本上就是围绕着她的成长 你可以感觉到她从少女 她第一部电影海洋魔镜的时候她才23岁 然后到现在她36岁的时候 她拍了第四部长片《四水年华》 那你就可以感觉到她可能从一个少女 到一个可能成熟的女人 到成为了一名母亲 她关注的角度可能越来越不一样 尤其是她有提到说 当她有了小孩之后 她觉得说她以前拍电影 她可能是她自己是女性 所以她自然的用了女性的角度去拍摄 但她后来觉得说 她其实可以让自己有更多的责任 意思就是说她有意识的去 想要去理解印尼女性现在的状况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她后来拍了 UNI跟娜娜的原因 对没错 她分享到说 就是她开始不是只从自己的角度思考 她在想着说 那我的 因为她生了两个小孩都是女生 她想着我的两个女儿 现在身在这个现代的印尼 那她们未来会面临怎么样的生活 她们可以成为怎么样的女性 然后我现在是她们的榜样 当然我该成为怎么样的妈妈 对 听起来她之后应该也会是维持某个程度的创作能量 那也会继续产出蛮多以女性角度出发的电影的 希望明年后年可以很快的再看到她的作品 好 那其实有一个问题 刚刚应该也算一半是有回答了啦 就是我们本来是有问 在写在坊刚是说 在台湾印尼电影不常见 那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们会 就是前景人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电影 不过刚刚应该有点像是回答的疑问 就是其实本公司那个采购的那个步调跟打不太一样 就是很free 就是我们每个市场展都还是很积极的会参与 然后就是真的是地毯式的一步一步 做研究一步一步看 然后刚好这个导演就是我们老板跟他算是认识 然后也知道他的作品很多年了 然后今年他端出了一个这样子如此的工整 然后非常的流畅又 应该更重要的是故事很通俗 他是一个甚至可以说像八点堂一样 只是他包装在文艺片底下 所以其实他是有一定的比较好行销的部分 就是情感上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永远都要回归到故事上 这件事情是大家比较容易有共鸣的 那刚刚有提到其实印尼电影对大家来说真的是非常陌生 不过印尼节移工在台湾其实有27万名之多 那既然印尼节移工可以算是台湾的第一最多的人数 那你们是否有向这个族群去推广这部电影 其实我们在做上映准备发行准备前都有想过这些事情 但我们后来觉得说就是愿意花钱进电影院看文艺电影 可能都还是比较就是台北文青观众为主 因为你需要有休闲时间 然后以及这个成本 我们后来讨论的结果都会觉得说 这不会是这个族群他们的娱乐首选吧 对,然后其实我们也有认识一些相关团体的好朋友们 他们也认为就是如果真的有一个娱乐的机会 他们的首选不会是去看一个文艺电影 对,那是 这maybe就像是 好,假设我今天在日本 我是在日本的台湾人 我可能要看电影我也会去看《猪罗记世界》 而不会去看一个台湾来的文艺片 这样子的感觉吗 有可能 所以你不会去看月老 月老 我不太确定月老在我的心中算不算文艺片的分类 我们要引赞 不要害我 没有,我只有说我的心中的分类 因为我自己还没看 所以我没有办法归类 对啊 不会,我真的 我不是不喜欢台湾电影 但是我真的比较少看台湾电影 我其实也是 欸 本公司也有制作不少台湾电影 有,对对对 可振东也是我们的熟人 就我不是说台湾电影不好 只是刚好我可能很多关注的议题都是国外导演拍了 所以我就去看国外导演 但是台湾的话,像其实这次的台北电影节有很多台湾短片 对,我看了很多 我觉得台湾现在创作的能量是非常好 而且每一部电影 每一个剧本都是经过很周延的安排 其实就算是短片 你可以从里面都还是得到非常多收获 所以以后如果就是有我自己喜欢的导演 当然现在也有台湾的一些导演我蛮喜欢的 对,其实我会持续的关注 只是我现在看的影片那个量 那个,我不知道怎么讲 没有基数,没有那么大 对 不过我很开心就是前几天可以引进印尼的电影 因为我觉得东南亚的电影 其实说不定只是台湾人都不知道而已 对 那他们的电影我觉得都有一个非常特殊的风格 不管在色彩啊,然后音乐上面 都有别于我们可能以前比较常看到的欧美的电影 嗯,没错没错 其实这部像大家的音乐上面也有 在国际影展首映的时候也有得到不少的特别的关注 因为她配乐上下了蛮大功夫 因为这个配乐老师其实她做很多印尼的商业片 恐怖片啊,柄柄柄柄柄那种 可是她跟卡米拉合作很多年 然后她这次都帮她做这种行云流水 然后非常抒情古典乐的东西 但是她又放一些这种很道地很异国风味的南洋音乐 所以其实整个观影过程 就大家没办法去巴厘岛玩可以来看电影 就是体验一下这个南洋风味 其实这边我要讲一个我自己的小小的不知道算不算抱怨 就是因为我很喜欢这个电影里面的配乐 而且我觉得这个配乐的比重已经大到对我来讲 几乎已经算是第二主角 就是我自己的感受 所以我就很想去查这个OST 但我的网络上都完全查不到欸 对,我甚至就是我们同事们 还有去帮那个配乐老师留言说可不可以出原生 但是我有查到在YouTube上面 就是她的片尾曲 她的片尾曲是印尼的一个童谣 对 那个在YouTube上有 可是在里面Nana本人唱的歌 我超喜欢那一段的 那个也没有 然后还有里面的 就是比较抒情的instrumental的部分也都没有 是不是要打印尼文才看得到 不确定 因为我觉得他们很多资讯 你没有打他们的语言 你其实是哈英文很难查到 那对我来讲那天花板点太高了 对,这感觉很困难 你知道其实印尼的 印尼是一个非常大很宽广的国家 其实它里面的语言 我记得 因为我最近有查印尼的资讯 有高达好像700个语言吧 他们有非常多的名字 没错 没错,所以 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要用什么去查 我的关键字 我真的不知道欸 天哪 其实从电影里面的服装去看出来 就是跟我们常常看到印尼人的服装 都是完全不一样 对,这其实也是可以刚好补充分享的地方 就是导演他对于这个文化族群还有语言的背景定调 然后他非常要求 这个他里面讲的语言叫做训他语 然后他们其实据说是演员们都不会讲的语言 所以演员们是要硬背这个剧本 然后包括个歌词他们也是不了解的 所以他们现场是有语言老师 因为他特别就是要求这个 因为我们可能像这次台北电影节四部电影看下来 我们就是看这个异国风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语言 大家其实各部讲到的一语言都不是一样的语言 UNI里面讲的也不是训他语 然后可是到这边来 他又是一个另外一个语言 所以他们现场是有语言老师在指导演员来做表演的 然后也可以分享一个有趣的小故事 就是在那首片尾曲童谣 我们当初在做台北电影节准备做字幕的时候 因为那一段唱的蛮长的 我就想说是不是蛮重要的 是不是应该翻译一下字幕 然后我们就写信给producer 然后就producer隔了很久才会说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唱什么 他就是一个童谣 然后只是大家玩游戏的时候都会唱 然后我们后来跟那个翻译老师还做一点研究才知道 他其实就是训他族的一个传统童谣 然后他用意就是在邀请大家一起来玩 其实有点像梅花梅花几月开这种感觉 对,然后真的去深究他里面的意思的话 其实是有一点以前的那个丛林战斗的一些意味 对,然后这个其实真的是非常 已经非常刁断的内容了 所以连导演人跟制片那边自己都不知道他真的意思是什么 好,因为我有注意到 然后就是算是电影蛮前面的部分 有一堆小朋友在玩 那个时候就是放这个曲子 然后就没有字幕 我想说,嗯?字幕呢? 刚好这个时候如果有回答到我一个很小的疑问 对,没错,因为我们也很疑惑 好,反正我们就把它当作是配乐来听就好了 没错 我想要问一个自己突然想到的小问题 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这个语言 它其实不是印尼常见的语言 那这也让我想到就是 之前工作上也有听过就是 其实印尼的语言实在太多了 所以就是可能找了一个翻译 那但是他其实两个人都是印尼人 但是这个印尼人可能讲的是中爪哇语 但这个印尼翻译他可能只会讲一般的印尼文 他根本完全听不懂这个人讲的印尼文 那你们在这部电影寻找翻译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 就是要找到会训他语的 这可能也是一般民众不知道的事 就是片商做翻译 我们都是看英文字幕做中文翻译 就是Sales会提供我们音字 对,所以我们都还是以英文字幕来做翻译的 是的,就是专很多手 其实就是因为这样的 所以有时候像我们比较熟悉日文的人 然后看到一些日本电影会觉得 为什么字幕翻的完全不对 就是因为日文翻英文在翻中文 所以那个意思整个跑掉了 尤其遇到日本人这种就是非常婉转的民族 你单纯这样从文字翻 可能是完全不一样意思啊 对,所以有时候我在看日本电影的时候 我就放空不看字幕 因为我就觉得字幕有一些都不知道在翻什么 你这样我以后要相信什么 相信我 你有问题就问我 好,那我想要问两位 在这部电影里面 你们最喜欢的一个瞬间或是最喜欢情景 情结在哪边 先听你说好了 我最喜欢就是娜娜跟那个伊诺一起 从他们去一个河边玩 然后从一个很高的石头上跳下 跳下河里面的那一幕 我觉得这其实就象征了 娜娜想要挣脱社会的枷锁 跟或许他也尝试想要逃脱那个噩梦的一个意境 那伊诺他虽然很讽刺的是他老公的小山 但是一方面也是他推他一把或是拉他一把的那个人 没错,其实被讲走了 因为我最喜欢的也是这里 我觉得那一段演员的表现非常好 然后他从那个很迟疑想说天哪风女人你在做什么 然后到他真的一起跳下去 然后他笑开一会儿一起还会玩水 然后那边佩玉老师又给一个非常抒情的钢琴配乐 我觉得那一段其实是 就是各个压抑的上班族 看到那边是会想落泪的 因为他说原来这就是自由的感觉 对,那个这一段就真的是我在看这么长的电影里面 我第一次看到娜娜有别于一个妇人 一个家庭主妇的一面的展现 因为你可以看得出来 娜娜其实在做她的一个大地主的老婆 对,她是很努力在当好一个显内主的 那她有一点在她的婚姻里面迷失自己 她一直很想要好好的养育孩子 然后还有就是帮她的老公管理家业 但是她那么辛苦 但我们有点看不到她自己 但是在那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了 哇,她完全露出了其他moment是没有的那个笑容 所以那边其实是 会打众观众的心的一个瞬间 因为感觉娜娜她是一个 因为她从战乱然后嫁入豪门 然后她看似终于过了一个幸福快乐的生活 所以她其实身上背负了非常多的标签 就是她要当这个少奶奶 然后她要坐勇家里的这些出国事业 然后又要背负这些上流的阿姨们 对她就是觉得你出身不好 你是靠美貌加进来的 所以她身上好多这些标签 然后她一直想办法演好她的角色 可是再怎么样 你就是不可能让所有人喜欢你 所以在那一刻 伊诺推她一把 然后就只是一个去河边玩水这一幕 其实是帮她撕掉的身上所有的标签 她终于可以好好的 不管任何人 她今天就是一个玩水的女孩 片中有一个 也是很关键的一个描写 就是悄悄话这件事情 我就是从一开始 女儿对娜娜说的悄悄话 然后还有不好意思我们这边会爆雷 因为我们这个单元每次都没有办法不爆雷 对如果怕会听到爆雷的听众 请去看完电影再来听 那不怕爆雷的我就继续说了 好就是娜娜她要 她后来决定想要离婚的时候 她其实有问伊诺就是小三说 你觉得我该怎么办 那伊诺也跟她讲了悄悄话 好影片的最后 真的是最后的最后了 娜娜跟她成长后的女儿 再次相遇的时候 女儿那个时候问妈妈为什么要离开 那妈妈也跟女儿讲了一个悄悄话 那大家觉得这样子这三幕的悄悄话 内容会是什么样子的 你们自己的想像 周周有什么感想吗 还是你有点忘记哪一个moment 因为我没有看到第一个moment 因为周周 因为周周 太晚进场 因为我那天就有点担心说 因为我不太确定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是Barnix Talk 跟前级娱乐约好 要去观影的时候 是有1.9以前 所以我就有点担心说大家会不会忘记 所以我当天早上就跟周周传like给她说 我今天在华山光点的基点 那你可能提早10分钟要去领票什么 她说OKOK 结果后来到7点整 7点整要放映的那个时刻 她就传讯息给我说 我跑到中山光点了 我就说你赶快冲 因为台北电影节 迟早10分钟就不能入场了 你赶快现在搭taxi过去 应该来得及 还好还来得及 那你是从哪里开始看的啊 我到的时候好像是15分吧 7点15分 所以你一镜店里面看到第一个画面 你还记得吗 第一个画面是Nana在梳头发着装 那还算蛮前面的吗 她跟女儿 她帮女儿梳头发吗 还是 她就在她家 然后她走出 就是在她家走来走去的 OK 好的 对 好那我们这瓶跳过周周 我可以回答后面你怎么讲 我们不给迟到人机会 不敬业 没关系 好你回答后面的 我可能把它剪掉 我觉得Nana问伊诺该怎么办的时候 我觉得伊诺讲的那句话 她在之前就已经讲过了 就是你的心是没有办法说谎 对 对 我是觉得她讲的是那一句话 那我也觉得这句话 其实也算是某部分贯穿了整部电影的主题 你最终还是要面对自己的内心 因为当你不面对自己内心的时候 你你的心理跟身体上会有一些反噬 就像Nana她的头发 可能就是有一些掉发的问题 或是她的焦虑的状况 没错 对 就是 所有的痛苦来源 就是来自于你不接受自己真实的状况 对 那Roy有什么感想吗 其实我 我好像没有认真想过她们讲的讲到话是什么 因为一开始她就跟她女人说 就是女人要懂得保守秘密 很多事情家里不能讲 我们都把它藏到法基里 哦,这里我没有听到 那句话想得很好 那句话我非常非常喜欢 是我这一整个电影的最highlight的 其实她就是她的主旨 就是为什么她的每一张剧照 都是她那个包头输得很紧的背影 那就是她的秘密都藏在那里 然后她包头输得越紧她越压抑 所以其实有几目 就是有机会可以重看的话 就是她有几目是头发放下来的时候 那才是她真正在做自己 然后肆无忌惮讲话的时候 包括她跟情妇坐在楼梯间 就是敞开心房常聊的时候 还有她最后再回到家乡 没有绑头发的时候 那就是她真的放下了所有的烦恼 然后真的任性的做自己 好,那像我自己觉得她们的 讲的话的内容 其实是贯穿了这个电影的主题 就是自由 那当然这是我自己想象 我不知道她们实际讲了什么 但是你们认为 娜娜所追寻的自由 是什么样的自由 她好像 为什么她只有在跟伊诺在一起的时候 看起来才像有自由 那你们觉得现代女性 是真的拥有这个自由了吗? 我觉得 这也是为什么导演还选了这样子的题材来做改变 就是她觉得她自己是时代剧 可是这一类的问题跟困境是不是的 这到现在都还是一样 就是女人一定有需要面临婚姻吗? 但虽然我自己是生理男 我可能讲这边不准 可是就是她想要做的事情是 就是她要给大家看到的女性 并没有只有选择婚姻这条路 她有各种可能 然后包括她也可以自由的选择她恋爱的对象 我觉得撇开时代背景来看 其实阿南面临到的问题 也是现在很多女性还是在面临的问题 没错 例如你怎么当一个好妻子 你怎么教养小孩 你离婚过是不是会有一些标签 这其实都是现在社会还是存在的议题 那我觉得导演也是透过 不管是这一部电影 或是UNI那部电影 都是想要留给她的两个女儿吧 就是想要让她们知道说 你们还有其他选择 不需要一定要活在这些枷锁中 没错 那刚刚有提到说 剧中就是娜娜跟小三伊诺 她们其实两个人的关系是蛮微妙的 同时是正妻跟情妇 但是同时却又有一种欣欣相惜的感觉 那你觉得就是娜娜跟伊诺是怎么看待彼此的呢?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这部片最有趣的地方 应该是最大看点的 因为她她们两个的关系互动是一直有一些 很权力消长 她们一开始她发现就是家里收到这封信 然后知道她的老公在外面有小三 她是冲击的 可是她虽然在一年的这个社会里 觉得老公是可以娶多期的 但是她就是只好逆来顺受的接受这件事情 但是她还是偷偷的去菜市场打探 就是说这个女人到底是谁 但是这个女生她一方面是好 然后送了肉到家里来 因为她是肉饭 然后但是她一方面是好 又一直提醒你就是我存在 然后我一步一步的走进你家 就是她看起来很好 但她其实也不是悬油灯 然后大老婆也是一切都看在眼里 她送我礼 她送礼来那我也回礼 但是你把你的围巾留在我老公房间 我也是帮她洗好折好还你 就是不要以为我没看到 所以其实是一直到她发现家里聚会的时候 娜娜身为女主人她不敢出来前台 因为她觉得就是社交恐惧 大家对她指指指点点的她压力好大 这时候她竟然情妇是第一次跑去跟她讲说 你这么漂亮你是女主人 你要出来招呼大家 对 其实我觉得是这个小三很想成为这个女主人 但是这个女主人觉得自己担当不起 所以她们两个有一个互相互补 互相欣赏跟嫉妒彼此的一些地方 然后一直到她们就是发现彼此 算是因为她们两个彼此都没有别的朋友了吧 然后她一方面大老婆不受上流的 那些少奶奶们的青睐 大家都要指指点点 然后另外这个情妇她是菜市场肉饭 她基本上没有太好的身份地位 所以她现在想要透过就是成为这个有钱老公的情妇 然后提升自己的地位 虽然她们其实有点是各取所需 然后刚好在这个交汇店遇到了彼此 然后发现彼此的困境 然后竟然可以交流出我们 就是找到彼此的一些同理的部分 所以她们真的是应该跳水之后 她们才真的敞开心房 发现我们大老婆小老婆 其实是可以一起面对一些事情的 然后我懂你,你也懂我 好,那像我自己在看 我当下看的时候并没有这样子的感觉 可是我后来事后回家 我一直在回想就是小三的一举一动 然后还有她的很微妙的表情变化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 娜娜后来跟她的前夫相遇 然后娜娜又决定回到前夫身边 是不是 maybe伊诺她有安排些什么 不然为什么那么突然 而且印影那么大 为什么这个前夫知道娜娜在这边 然后这是我自己的感觉 这只是一个也是一样脑部 但是我觉得她会让我这种感觉 当然也是对她演技的一个称赞 就是她真的是演出了非常有深度 然后有层次的一个角色 那两位对这个看法有什么 有什么回忆吗 我觉得是蛮有趣的 就是我觉得如果这个加深下去 可以演60集的八点档 会很好看 但是其实她有一幕是 她拍他们家那个别墅的园景 然后有一颗后脑勺的那个 大概出现在镜头的那个左上角 其实那边就有暗示 就是她老公其实那个回来了 她前夫回来了 然后她是一个非常 因为我看非常多次这部电影了 然后是后来才发现 喔其实那边就已经暗示 有神秘男子在窥视他们家 我那边看到我就想说她前夫回来了 对对对 特别暗示她这么一景 对 可是因为其实娜娜那个时候 战乱逃离她原本的住所 所以她可能可以逃到任何地方 天涯海角 对 对所以 虽然用回来了 可是感觉她也不是在她原本的家乡 落地生根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 就是保有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 对 而且毕竟你又这么搭 对 那可能可以说就是这个 她后来改嫁的这个老公 就是真的是权力地位构高 然后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人吗 对 那你觉得如果你是娜娜的话 你会选择跟伊诺当朋友 还是你还是会觉得说 她还是始终是个敌人 嗯 但我就生理难色 我就是 我自己想 我想想 嗯 因为我觉得我们 台湾的孩子们 可能有点难同理的地方是 因为一夫多妻在那里是 OK的 在那个时候是OK的 然后 所以她 她 当她发现她老公 要迎入另外一个小老婆的时候 她可能 基本上 她震惊 但是她也只能逆来顺手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 就她能不能 对她多有敌意 然后 就这个程度 我觉得是我们台湾 身为台湾人 可能 不太能理解她心里的这个焦躁 所以她必须要把它合理地 让她发生 然后试着去怎么跟她相处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蛮妙的 是旧时代 其实这些老婆们 她们可能是一起在面对一些事情的 她们不一定都要是敌对的关系 嗯 我还蛮喜欢导演的这个设定 就是这个设定 让这部电影完全关注在女性身上 对 就是那个老公 其实她 她在这个电影里面的模样是很模糊的 嗯 对就是 就是你只是一个好像你只是一个名词而已 就是一个背景而已 但是就算她们 娜娜跟伊诺她们两个是正妻跟情妇的关系 但是就像她们一起跳入河中一样 我觉得就是那一刻就是那些标签都洗掉了 就是她们最终还是两个渴望自由的女性 只是她们在社会的生存上 一方面娜娜因为战乱关系 她需要去依附她后来的先生 对 那伊诺一样她是一个屠宰户 她一样想要去依附一个男人 毕竟在那样的社会 父权社会下 男人就是比较主要的社会主要的支撑者 所以或许她们都是被迫的去依附在男性身上 没错 这反而就是让她们更容易对彼此相知相惜 因为她们是同一阵线的 没错 好,那最后我想要请问Roy 在这个台北电影节的放映 然后有造成什么样特别的回响吗 特别回响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很环序 但是有一些那个IG或是小影评人们 会留一些言 我看到大家好像对 就是大家都说美 从演员到那个场景啊什么的 然后都很美 连导演都很美 我有看到大家有说对于佩玉的后半部有点小疲乏 这个我也是我可以同意啦 但我觉得我后来看到后面 我就觉得很像在看小时候的博浪咖啡 那种广告的感觉 就是那个弦乐一直重复 然后后面一直在喝咖啡 好,但我觉得也很开心看到大家的 就会回馈啦 就是跟我们想的方向差不多 其实我刚刚也一直不太敢讲 就会有一样感想 就是虽然他的OSD是真的很好 写的很好 只是我觉得他 就是他把所有东西都塞得很满 就是从当然演技 然后到画面的构成 然后到音乐 因为其实音乐的存在感很大 你画面你眼睛一闭可能看不到 可是音乐他从头到尾在这个电影里面 几乎是没有一个特别长的空白出现的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在想说 他会不会是有一点非常刻意的在做这件事情 我相信是的 他是很有意识在做所有的设计跟铺陈的 其实那个主权略配乐就是关于他前夫嘛 所以其实他前夫 不管在他梦里出现 还是后来真实的出现 每出现他就要播一次 那个就是他的冰重 对 OK,好 所以这是比较多人的意见 嗯,就是看到不止一个人 人是想分享的 其实也可以分享别的小故事 就是今年我们是跟台北电影节合作 就是邀请这位导演做那个专题嘛 其实我们本来还想邀请导演来台湾 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个国际新导演 在这边发迹的 他曾经拿过那个评审团奖 我们这次有想说既然要帮他做专题 要不要找他来当国际新导演竞赛的评审之一这样 哦 对,本来觉得很有趣 然后但是就是要帮他想要怎么隔离啊 拿住拿啊什么什么的 但是刚好导演他 就是他最近就是创作能量爆发 他竟然已经在拍下一部片了 哇哦 所以他就是这个期间他都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就只好做吧 对,还蛮有趣的 不然其实真的很适合 哦,那可能等到几年后 说不定还有这样子的机会 能够邀请到他来台湾了 嗯 真可以期待他下一部作品 对,没错 希望他下一部带给我们的优势 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好,那今天的访谈非常谢谢Roy 来跟我们一起谈谈这部电影 那这边周周有什么要再补充的吗 我觉得真的很开心 可以听到就是发行上的代表 真的给我很多启发跟感想 很多小故事 谢谢 我们听了就觉得哇,好棒哦 真的吗 对 其实我很怕聊电影聊不出什么内容 但如果要抱怨工作可以加很多 可以再录一集 其实我有在想如果要抱怨工作的话 最好就可以找立来上过我们节目 那你就要变音处理 对,我可能要匿名 变身处理 欢迎Roy 还是你们互相讲 就你可以讲好威 然后找另外一个人讲前景 不要这样不要 装作是别人 这个市场一定这么小了 还要这样引战吗 好,如果之后大家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话 其实也可以写信 或是我们在每一集的下方叙述栏都会有 观众的问卷 希望大家有想要听我们这些发行商的 有什么问题想要询问这些发行商 或者是希望我们在做什么样不一样的电影 都可以直接留言给我们 或是到我们官方的IG Barnies Talk 然后私讯也可以 那最后Roy有什么想跟我们大家说的吗 就是刚刚都是我的一些分享的浅见 如果讲不好的话就是跟大家说对不起 但拜托不要私讯粉专的骂我 我们太常被骂了 可是我觉得你讲得非常好 真的 谢谢,不敢 我们还想说来之前要不要喝个酒 真的很紧张 真的假的 不好意思让你造成紧张情绪 但是我不知道你们会被骂 就是如果被骂的话会是什么样子的 很多耶,什么都有 真的吗? 真的什么都有,太奇妙了 那这个就留到我们幕后 我们再去酒吧好好生产 好,那希望大家听完了我们今天节目 也可以到戏院去支持娜娜 是水年华 那它其实已经上映了 不知道会上映多久 所以大家赶快把握时间到电影院去欣赏 那也欢迎大家去追踪千镜娱乐的IG 或是你们有粉丝专业吗? 有 好,请大家去支持千镜娱乐的IG粉专业 有任何最新的电影的情报 他们都会更新在那边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下次再见啦 大家掰掰 掰掰 下次见掰掰